男人转头望过去 一队警察举着盾牌 列队向他走来 马路的另一边 一群暴徒拿着武器 气势汹汹地向前逼近 两队人马即将会合 男人被夹在中间 警察敲打盾牌 警告暴徒不要前进 然而暴徒直接向前投掷使唤 双方开始交互 两方的人员迅速扭打在一旁 警察装备精良 但暴徒人数重多 男人在人群中闪转藤魔 他穿过一间小店 跑到后面的巷子里 此时街道上的警报响起 这个国家发生了大规模暴乱 男人准备先跑回酒店 在路上他看到很多警察的尸体 来到酒店大门前 他看到暴徒正在处决外国人 男人转身就往回跑 却被一名暴徒看到 一大群人向他追来 男人蹬上梯子 快速向上爬去 暴徒也开始往上爬 男人灵机一动 把梯子踹了下去 他从窗户爬进酒店 来到酒店大堂 工作人员用家具堵住大门 便让他先回到房间 可是很快 酒店大门就被暴徒攻破 大量暴徒涌了进来 开始向酒店里的人射击 此时男人已经慌了 他刚刚被公司外派到这个国家 对外面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 乘坐电梯 男人回到房间 妻子和小女儿在房间里 可大女儿不见了 小女儿说 姐姐刚刚跑去楼下游泳 男人感觉不妙 他告诉妻子千万要锁跑门 随即便往楼下跑去 酒店里已经有人遇害 房间里 刚刚收拾好行李的妻子 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响动 从猫眼看出去 两名暴徒拿着刀 从对面的房间走了出来 走廊里时不时传来阵阵惨叫 突然 房间的门被拉动 女人屏住呼吸 用身体抵住房门 房门被人从外面用力的踹 房间里的母女俩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另一边 男人终于在影池里找到女儿 在餐厅行凶的暴徒发现了他们 男人用救神圈抵住大门 暴行女儿往楼上跑去 男人回到房间 一家人会合 他们决定往屋顶跑 后面传来一阵阵枪声 从楼梯爬到顶楼 来到屋顶 上面已经聚集了一大群酒店住客 人们用箱子顶住大门 在天台等待救援 向酒店下面望去 下面聚集了成百上千的暴徒 突然 远处飞来一辆直升机 屋顶上的人以为是来救他们的 然而 飞机上的人却举起了枪 无情地向人群扫射 男人抱起女儿 把他往楼下抛去 下面的棋子伸出双手 一把接过女儿 两人摔倒在地 下一个 轮到大女儿 得他十分害怕 男人往前一抛 女儿却抱紧他的脖子 两人险些摔下楼去 女儿被挂在半空 这时 跑来一位大叔 把两人拖了上去 男人紧下腰带 绑住女儿的双手 再次抱起女儿 往对面的楼顶抛去 妻子接过女儿 好在两人并无大碍 男人也成功跳了过来 回头望去 对面的暴徒已经登上楼顶 正在处决外国人 男人从屋顶往下爬 紧接着是女儿 终于 群家人有惊无险地爬了下去 男人往楼下看 暴徒们居然开来了一辆坦克 进入到房间里 坦克调整炮口 发射了炮弹 房间被炸的吸巴烂 大楼里的人撕散而逃 男人看到一个小洞 他让妻子带着孩子爬进去 然后看来一具尸体 挡在洞口 很快 外面的暴徒闯了进来 把房间里的人抓出去 群家人屏住呼吸 不管发出一点声响 暴徒来到尸体前 并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转身离开了 又等了好一会 他们才爬出小洞 楼下传来一阵枪响 家里的暴徒在处决犯人 妻子在墙上找到一副地图 也许他们最好的选择 就是跑到大使馆寻求庇护 男人在楼下搞到一辆摩托车 群家人都戴上头巾 把自己伪装成暴徒的模样 开始往大使馆的方向进发 此时的城市已经是一片混乱 暴徒们也三五成群 聚集在马路上 刚刚转过这个弯 男人停下摩托 迎面走来一大群暴徒 妻子想让他倒回去 可对面已经看到了他们 往回炮已经来不及了 男人故作镇定 群家人压低冒严 他们向着人群驶去 在队伍里缓慢穿行 好在暴徒们没有注意到他们 可人群太敏 摩托车被撞到 男人刚要扶起车子 队伍里的一个年轻人 帮他把车子扶正 紧接着 四目相对 年轻人显然是看出了破绽 可他并没有说什么 一家人缓缓前进 终于走出了队伍 来到大使馆前 大使馆被路障包围 周围一片静悄悄 男人向大使馆内望去 里面有一具士兵的尸体 大使馆的门开了 显然大使馆已经被攻破 暴徒们看到了男人 男人跑出大使馆 抱歉孩子 一家人夺命狂奔 匪徒们也开始在巷子里搜寻 男人推开一扇门 进入到这个院子里 在院子里 他们看到一个本国的大叔 他说这里并不安全 要带他们去自己的安全屋 几人来到安全屋 大叔还给他们准备了食物 群家人饱餐一顿 大叔告诉男人 只要顺着这条河往下游走 不出几公里就是邻国 到那边就安全了 男人对大叔连身道谢 大叔却说并不用谢他 正是他造成了这场暴乱 佛伯罗派他来到这个国家 他们向当地人大量提供贷款 而他们明知道当地人还不上 贷款到期 他们就会强行夺走 当地人的土地和工厂 这才会引发暴乱 夜里 暴徒们发现了安全屋 开始从远处的高塔 向屋顶射击 在大叔的掩护下 一家人从楼梯往下跑 大叔也在逃跑途中中枪 来到楼下 大叔走不动了 大叔让男人继续往前跑 男人还想搀扶大叔 远处却驶来一辆大卡车 男人转身去追赶妻子 大叔惊懒地爬起身 抛出枪 对准了驶来的卡车 汽车越来越近 大叔扣动了扳机 男人摘下自己的24K大金表 递给老头 想要换老头的小破船 老头看有的转就同意了 男人刚要登上小船 老头却让他赶快藏起来 男人躲在船下 岸边走来一大群暴徒 暴徒询问老头 有没有看到陌生人 老人说并没有 暴徒开始四下搜寻 还是找到了船下的男人 几人扭打在一团 暴徒人多是重 男人被控制起来 暴徒正要处决男人 女儿跑了出来 这群变态的暴徒抓住女儿 把枪塞到女儿手里 他想让女儿亲手 杀死自己的父亲 女儿拿了一下的巨手 男人看着被枪指着头的女儿 突然 机子拿着一根拉牙棒冲了出来 男人抢过一把枪 哭吱不吃两下 送这群暴徒见了阎王 群家四人走下敌岸 登上小船 夫妻二人悄悄地在水中滑桨 只要跨过这座桥 来到邻国 他们就安全了 岸上的暴徒也发现了他们 他们开始快速往前画 小船里大桥越来越近 突然 桥上的灯光亮起 照向小船 桥上的士兵也举将对准了他们 士兵不允许他们过境 如果继续滑桨就会开枪 男人站起身 即使说他们是外国人 只是带着家人寻求庇护 岸上暴徒的人数越聚越多 举枪对着小船 这时 小船在水流的推动下进入邻国 桥上的士兵立刻掉转枪口 对准岸上的暴徒 小船缓缓驶过大桥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一家人终于获救了 在水井的帮助下 小船成功靠岸 关注我们